大家好,欢迎来到小蜗牛载警图,我是岛主,又到了边疆万里行房车驻车地分享时间了 这个驻车地依然是非常非常的棒 看看,整个这面只有我们这几辆车 然后在远处那里有一些车 这里就是沃尔多斯康巴石区的行政服务中心的一个停车场 那这个停车场非常的大,周六周日的一个车都没有的 那现在有些车也不多 然后我们这边都是没有车的,就我们这几辆车 停车位都非常非常的多,而且环境也倍儿好 那身后就是乌兰木轮河,也叫乌兰木轮湖 旁边就是湖,然后这边就是行政服务中心 晚上的话都有这个灯光秀的 然后湖上每晚八点钟左右也有这个喷泉 这个环境也是非常的漂亮 更夸张的是后面还有一个超豪华的公共卫生间 这个公共卫生间是从大半个多个人看到一个最豪华的公共卫生间了 包括里面的这个装饰啊,一些细节啊,一些功能啊 热水嘛,都是24小时伸手就热水的 包括马桶都是智能的 都可以带这个额外重启啊,烘干功能啊 所以说里面卫生这个干净程度也是非同一般的啊 首先这个停车场是爱了,然后这个卫生间也是爱了啊 这是我们出来之后这个去过最好的这个公共卫生员 下面呢我就拿起无人机来啊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驻车地的环境 所以这个停车场驻车地的环境还是不错的啊 走一圈给大家看看 那边的桥在建设当中啊 你看旁边还有,下面还有停车场 所以这个停车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 看到没 然后我们是停在上面这个停 上面这个停车场类似于这个 更像是一个公园的停车场 这里大家看到了远处这些楼啊 我都没有看到空调 也就是人家这个地方都不需要空调的 所以房车旅行来这个城市最好了 然后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也是一条主路的啊 厄尔多斯这个城市啊 路上车都非常少 你看对面的停车场也是有车位的 无论哪个停车场 它永远会有车位 你看,包括那个楼下面的停车场 看到没 虽然很多车 但是还是有很多空位 看到没 对面这边离服务中心近一点的 有一些车位啊 然后再离我们近一点这边的车位就比较空了 这边都没有车位了 而且环境还是非常的好 然后这就是我们的停车位了 看到没 在这边 这边的这个 叫什么湖了 乌伦什么了 乌兰木轮湖啊 每晚呢都有这个喷泉 大概八点八点半的样子 非常的漂亮 还有很多船呢 之前都没看到 对面就算是主城区了吧 我们这边算是新城区 主城区 这个人口也不是很多啊 你看街道上那个车也不多 所以这个住车地非常舒服 而且我们这里边呢 它离那个卫生间也挺近的 给大家看一下卫生间 这儿呢 看到没 上面这个小房子中心位置 这小房子就是豪华卫生间了啊 然后这就是我们的住车的地方啊 所以这地方非常的宽敞 空旷 我老妈特别喜欢这个地方 说这个卫生间真干净 好了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住车地了啊 风很大呀 看来这个小飞机很不稳 稍后呢 我们就去那个另外一个住车地了 就是可以钓鱼的地儿啊 老爸一早上就在叫了 因为昨天带他去侦查地形 去买鱼竿啊 今天一早上就在叫 我也没起床 现在吃完饭又下午了 然后搬到那边去 陪老爸去钓鱼 我也可以钓一下 然后旁边弄个烤炉啊 老爸边钓 我这边边烤也挺好的 哇 这小飞机快被风吹走了 太晃了 赶紧降落 风太大了 风大了 这小飞机还是不适合飞的